的放鬥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哥我們在True Force be with you 歡迎大家來到這隻新的TALK型影片 我先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解釋 這支影片是我最低成本的影片 原則上我希望他能夠達到廣播劇的效果 這支影片我不會上字幕 也不會有太多的圖片 原則上就是我在這邊跟各位講 DC每個禮拜最新的消息 那消息的來源通常都是 DC的官方Twitter或是官方網站 所以請各位不要抱怨說什麼 為什麼這支影片沒有漫畫圖片啊 或說為什麼沒有字幕呢 簡單跟各位講 這個影片的性質 就不是那一類的 TALK型影片跟說出影片 是不同類型的產品線 請各位分清楚 但是我已經看看了 不管我再怎麼仔細的跟大家做說明 一定會有觀眾就是不肯看影片 或是不肯聽解釋 在下面說 為什麼沒有圖片我不想看你啊 為什麼沒有字幕 這兩位觀眾真的想抱歉 我不想再理你啊 因為無法溝通 好 那我們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首先有個非常現實的訊息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關於超人的動作漫畫系列 因為動作漫畫最近要滿週年 要更新到第一千期了 所以呢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4月23號為止 所有的動作漫畫都是七五折喔 如果想要購買的朋友 現在可以去搜一搜 買核定本是最划算的 購買的途徑呢 所有DC官方線上的平台都能夠購買 我也會在這支影片下方 附上數位版購買的網址喔 下一次的消息就是DC的下一個事件 No Justice已經可以在網路上進行先行的預覽了 先行版你可以看到整個故事的中間 就是 它不會讓你看到開頭 也不會讓你看到結尾 但是你可以看到故事中間發生什麼事 那從先行版我們可以得知 不管是Tint Titans 還是Titan 或是Sususkoyle Justice Lee 都已經被這次的大Boss 搞得兵荒馬亂 這次敵人是布萊尼亞克 這次敵人我們沒有辦法獨自面對他 所以他會跟反派或是跟其他的組織 重新打散組一個新的Team 來面對這次的大事件 說實話我真的沒想到布萊尼亞克每次出來都搞這麼大的事情 然後這邊呢我會附上一張全新的圖 這張圖是Wonder Woman小隊的新美術圖喔 下一則消息 大家都知道冰蝦俠跟貓女要結婚了嘛 那DC也準備推出一系列的跟這個主題有關的故事 其中一個特別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的金色先鋒 整個重生看都很墊墊的 可是他突然出來就搞大事啊 為了慶祝布魯斯維恩結婚 金色先鋒決定送布魯斯一個非常不得了的禮物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父母 沒錯金色先鋒準備回到過去讓布魯斯維恩的父母活下來 那這個也導致了蝴蝶效應 當金色先鋒再次回到他的時間線的時候 發現布魯斯維恩根本不存在 然後綠燈俠哈爾喬丹自殺 而有個穿著冰伏俠制服的人出來 拿著槍要殺了金色先鋒 那個人就是迪克格雷森 這個事件給我一個滿滿的閃點記事感 好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正義聯盟重生第41期的故事當中呢 超人跟戴安娜壓制暴民的時候發生一個非常嚴重的意外 暴民向超人開槍 戴安娜當場血流如注即將死亡 從重生開始 光德文們是怕子彈的 所以各位可以不用再吵了不用再問了 接續前面提到的故事 在正義聯盟重生第42期的故事當中呢 超人使用雷射眼就是在鋼鐵之區 他拯救路易斯那種方式 替戴安娜進行傷口的縫合 戴安娜成功保住了性命 但是他得立刻進行治療 超人將戴安娜交給Flash Flash直接跑回美國 將戴安娜交給Reven 讓Reven替他進行治療 我們的女神就這樣保住了性命 好 以上就是本週最新的DC消息 未來我會盡量每個禮拜都更新一支 類似這樣的快速分享影片 讓各位客觀能夠在最短時間內 get一些DC最新的消息 然後我會在金剛開直播 直播內容有些時候是玩遊戲 或是一定要跟大家talk我get最新的DCnews 跟大家解釋一下為什麼我會用金剛直播 原因很簡單是因為 因為使用金剛呢 我能夠最快速 而且便利跟我Bilibili的觀眾進行互動 因為我之前試過其他大陸平台的直播系統 非常的不順利 Bilibili本身會卡 然後其他的會卡在審核 所以最後我選擇了金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follow我金剛頻道 我開直播你就不會拉死掉囉 好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內容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覺得這次影片不錯呢 歡迎分享給你可能感興趣的朋友喔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